最近有一个寿星老级别的软件宣布了自我的终结 那就是著名的Internet Explorer 简称IE 相信每个同学都记得这个软件的logo 就是那个被富有信息流的圆环包围着的蓝色的E的标志 微软在2022年6月16日正式宣布放弃对IE浏览器的支持 IE终结了 今天的科技参考 我们就来说说IE的崛起、没落和消亡 看看那些看似无可匹敌的优势是怎么化为乌有的 爱意出现之前就已经有了互联网 世界上最早的网民一开始接触到的网络 其实只有文件传输功能 直到后来才有了信息共享的功能 但每一套网络都各有各的格式 互相之间没法兼容 就像我们用QQ音乐打不开PPT里的声音那样 第一次格式上的大捧一发生在1980年 那时候欧洲核子中心 也就是那个用直径十几公里的圆环做成跑道 让基本粒子在里面以接近光速进行对撞的那个机构 它里面的一个物理学家 蒂姆·伯纳斯 为了能让同事快速的共享一些文档 发明了一个网络文件系统 NQR 主要功能就是看文档 而不是传文件 这套系统就是后来的HTML的前身 HTML叫做超文本链接 听上去呢 文字很唬人 那实际上我们可以粗糙的理解为 带着页面跳转功能的文本 文本是什么呢 指的就是文字跟图片的混合展示 带跳转功能呢 指的就是文本里有一些文字不光可以阅读 当你选中它之后 还可以跳转到指定的下一个文本上去 HTML跟传输控制协议 还有域名系统 三者结合在一起 就是今天的WWW万维网了 那时候要想浏览万维网上的内容 也就是看其他人按照以上三种规范编排好的东西 那需要一个特殊的工具 这个工具就叫做浏览器 最早一代的浏览器是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Cello Nexus Mosaic 他们都是只能看文字 不能看图片的浏览器 其中大部分在90年代就已经消亡了 唯一留下后代的 就是由美国超级计算机应用中心开发的Mosaic 因为当时有部分代码是开源的 当时美国的互联网创业者就利用这些开源代码 改进出了可以同时看图片跟文字的浏览器 其中有两个继承者今天还在世 一个就是IE 另外一个是Firefox 它之前的名字叫Netscape 最早成功的浏览器Netscape 它是1994年推出的 当年就占据了75%的浏览器市场 先发优势不得了啊 因为那个时代没有多少人上网 即便上网了 大都也是懵圈的状态 发邮件遇到的第一个工具是什么 此后几年就一直用它了 浏览网页遇到第一个工具是什么 今后几年看网页也一直用它了 而且当时普及计算机的那些书籍里面 关于如何上网那一张 真的就是直接使用Netscape的软件来举例的 所以当市场占有率超过75%之后 那真是很难撼动啊 微软是在1994年动念开发浏览器的 它当时计划在新版的Windows操作系统里 集成一个现成的浏览器软件 通常做法呢 就是买一个现成呢 当时浏览器软件做的最好的当然就是Netscape 但是没有被微软相中 不是因为软件水平不行 而是因为啊 要想买下当时的Netscape花费太高了 后来微软从一家叫做Skyglass的公司手里 花了800万美元买了一套完备的版本 然后在Windows95的第一个重大升级版中 把这个浏览器集成了进去 这就是后来的IE1.0 微软这个做法对Netscape来说是致命的 因为当时想用Netscape看网页 需要花45美元买一张软盘 然后安装在电脑中 而IE呢是免费的 无论先发优势有多大 付费软件的覆盖面始终是提不过免费软件的 只过了一年多 当IE3.0推出的时候 市场占有率 就一下超过了20% 而且通过这一年的迭代 到IE3.0的时候 就已经完全是微软重写的了 不再有当初买下Skyglass的代码了 而重要的是 这个时候IE3.0已经支持了相当多的功能 JavaScript SSL Cookies Frames VRML RSA加密 互联网新闻组 甚至连电子邮件的功能也集成了进去 当然 这部分后来被分出去了 成了专门的邮件软件 Outlook 到了1998年 爱意浏览器的市场份额到达40% 超越了Netscape 发展到2001年的爱意6.0的时候 达到了市占率的高峰 95%以上 其实要说爱意真的在设计跟用户体验上有什么优势吗 谈不上 只不过是微软把它集成进了几乎每个电脑都要安装的操作系统Windows里 而且当时微软和苹果还达成了一个协议 在操作系统市占率第二的苹果系统里也默认使用爱意浏览器 我们可以算算 从爱意1.0出现到爱意6.0的高峰 更新了五个大版本 时间跨度是六年 这差不多一年一个大版本 而到了爱意寿终正寝的那天 大版本号增加到多少呢 爱意11 也就是后面过了21年的时间 只更新了五个大版本 差不多四年才一个版本更新 2001年就是爱意的巅峰了 此后微软连一些非常基本的功能都懒得更新 比如说单窗口多标签的模式 此外爱意还有很多问题 可能老网民还记忆犹新 比如慢就是爱意的最大特征 当时很多的媒体都做过对比 同样系统配置 不同浏览器 打开相同的网页 对比他们的加载速度 无论大大小小多少浏览器比拼 最慢的永远是爱意 而且在这些比拼中 爱意如果能以很慢的速度 把网页全部打开 就已经算是万幸了 很多时候等来的根本就不是慢 而是爱意直接崩溃了 那个年代 恶意软件和各种弹窗消息 也变得很猖獗 其他浏览器都能或多或少的 屏蔽掉弹窗干扰 但如果你使用的是爱意的话 很可能就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突然间蹦出几十个页面 你鼠标点关闭的速度 还没有新窗口建立的速度快呢 最后内存耗尽 电脑死机 爱意就是在这种水准上 止步不前的 毕竟已经有了稳定的 90%到95%的市占率了 没有动力做的更好了 而这个时候 当年被他挤到变卖身家的 Netscape又回来了 这次他改名为Firefox 同时回来参与竞争的 还有另外几十个浏览器 其实这些新冒头的竞争者 都源于微软的反垄断诉讼 这个案件的过程非常的漫长跟复杂 简单说呢 自从微软把媒体播放器 网页浏览器 电子邮件等等工具 全都集成到了Windows之后 就引起了对手们的不满 因为只要是微软 打算集成进Windows中的软件 在这些领域 其他软件商就都没有活路了 美国司法部从1996年开始反垄断调查 2000年第一次判罚 微软要拆分成两个公司 但当年的6月又驳回了判决 直到2001年9月 司法部撤销了垄断的指控 而微软呢 也不是什么都没有付出的 它通过和解的方式 换取了起诉的撤销 和解条款有很多 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 微软要公布部分技术数据 让其他软件商开发的程序 能和微软产品具有相当的性能 其中就包括了爱意的代码 这也是Netscape跟其他更多浏览器 在2001年之后 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出来的原因 微软并不在意爱意的用户体验 而那些厂商呢 是要指着浏览器的软件下载量 和日活过日子的 对于用户体验 他们是非常在意的 所以从2003年开始 爱意的市场占有率快速下降 2004年的时候 只有80%出头 2008年的时候不足60% 其中大部分是被从前 Netscape的开发者搞出来的 那个Firefox吃掉的 还有一部分呢 是被苹果公司开发的 Safari吃掉的 此外 谷歌还在2006年 开始开发自己的浏览器 到了2011年的时候 爱意的占有率跌到了 只剩40% 此后的下滑 更是一发而不可收拾 2012年的时候 谷歌的浏览器 Chrome占有率成为世界第一 这个第一到今天都依然保持着 爱意在2011年 慌忙发布了9.0 一年之后发布了10.0 2013年又发布了11.0 发现全都没能挽回颓势 于是干脆在2015年 随当时重量级产品温10 推出了新的内置浏览器 Edge 希望通过新品牌浏览器 重振辉煌 但实际情况是 Edge的市占率还不如爱意呢 又耗了三年 微软彻底放弃了 它的新版Edge 不再自己开发 而是把当时 市占率最高的 Chrome浏览器的内核拿来用 于是严格的说 微软对浏览器项目的放弃 始于2018年 那一年 微软的浏览器 就已经成为了植物人 被送进了ICU 只是直到2022年6月16日 才宣布植物人死亡 我们可以看到 爱意95%的市场占有率的胜利 靠的不是技术 而是免费的模式 爱意后来衰落 靠的也不是技术 而是反垄断 尽管最终司法部门 撤销了垄断的起诉 但实质上 微软是用事实上的放弃垄断 换来的不起诉 也因此才有了 其他几十家浏览器 软件商的复兴 从爱意浏览器的发展史 我们可以看出 哪怕是市场占有率 超过95%的霸主 想要维持长久的优势 也是很难的 因为很多我们无法想象到的因素 在暗处孕育着 等待着时机发芽 而且一旦它们萌生出来 绝对优势会在几年内 消失得无影无踪 最后留意到讨论题 如果微软始终没有因为 浏览器绑定操作系统 被反垄断调查的话 浏览器领域会发生什么呢